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青路、耀华路的路口 长青路最早建于1982年 从耀华路延伸到川阳河 现在已经延伸到了外环高速连接三鲁公路了 长青的路名也和大多数早期普通的地名一样 来自山东 取自济南长青县 也就是现在的长青区 长青路往南到川阳河一段 两边分别是1982年到1985年间 由上岗山厂所建的上岗行村 以及1986年到87年建造的德州行村 长青路向北就是达卜路的隧道口了 达卜路隧道1966年6月动工 70年建成 71年的6月通车 是上海第一条穿越黄浦江的隧道 这里大部分地区原来是上岗三厂的厂区 2002年上海升博成功以后 规划的四博园区浦东部分主要就是这里 随后这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1993年出版的浦东新区地名制 周家渡街道途中的上海第三钢铁厂的范围 上岗三厂的前身是核心化铁厂 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钢厂之一 它的创始人陆伯红 原名陆锡顺 生于上海南市 20世纪初 曾以上海总商会代表名义 赴美国意大利等国观光考察 由此蒙发了创办实业的想法 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辛亥革命以后 上海民族钢铁工业开始崛起 1913年 陆伯红在浦东周家渡西村 也就是现在上南路的300号 创建了上海第一家民营钢铁厂 核心化铁厂 当时上海建造的海关大楼 沙讯大楼 砸北水电厂 和法商自来水厂 以及南京的中山林 都曾采用核心钢铁厂生产的竹节钢 陆伯红还创办了大通行业公司 借用境内球星厂船屋 造出了龙大、智大和正大三艘客轮 1938年 松户抗战爆发 陆伯红遵照政府安排 将其中一艘轮船 制成于江阴附近的长江之中 以阻止日军的袭净 其后经历了百年风雨 核心跨铁厂变身为上钢山厂 建国后 上钢山厂逐步扩展 在上海中心城区 俨然成为了一个城中之城 城中贯穿着各种道理 这座巨大的工厂 是国防工业的一根顶梁柱 为两弹一心披甲飞天 建立了辉煌的攻击 1998年 上钢山厂并入了宝钢 直到2006年为了世博会 整体搬迁到了宝山地区 现在这里留下的工业遗传不多了 世博大舞台是其中之一 已经被改造成了千古琴景区了 这里原来是第三钢铁厂的特钢车间 它仍然在向现在的人们 出出往昔的辉煌 并且展示着现在的美好生活